為了迎接2024年的到來 世界各地都在舉辦跨年晚會 中國各大電視台也紛紛播出精彩表演 其中央視跨年舞台上張一星的唱跳舞台 就在網路上掀起熱烈討論 原來他在演出的當下 其實正發著高燒 但他的狀態很好 思考看不出正在生病 據粉絲透露 其實張一星於12月9日 就已經提前錄製好這場表演 當天大家在戶外進行拍攝 室外溫度只有零度 後來還開始下雨 張一星身穿白色襯衫 外套紅色博外套 幾乎沒什麼保暖作用 而且他頂著39度的高燒 仍堅持完成拍攝 張一星的這段表演中 還有長達30秒的獨舞畫面 不論是表情觀念或是舞蹈動作 都做得很完美 直到表演結束後 他才稍微露出疲憊表情 不過我們對於他的精彩表現 紛紛之無佩服 也認為他真的很驚豔 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